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也许啊,这个乾隆皇帝的一打金川之战啊,您有点听烦了 不过啊,您烦与不烦的,今儿咱们都是最后一集说这个一打金川了 按照这个时间顺序啊,咱们下一期啊,应该聊这个平定准嘎尔的达瓦齐步之战 对了,我决定了,咱们还是啊,按照时间顺序来说这实权武功吧 因为我觉得,讲完了一打金川,直接就奔着二打金川啊 这时间跨度太长了,很多呀,这个武将啊,直接出场 您可能啊,就不知道他的出身来历,为了交代清楚他的身世啊 我要往回勾着讲啊,您又得说我谁 所以说呀,我决定了,咱们还是按照时间顺序来 那么这一打金川最后一集,我还要交代点什么呢 咱们这人物制不是还没讲完吗,咱们还要缺一门 咱们得讲讲啊,这个张广寺以及啊,乐清的结局了 哎,咱们就先按这个死的顺序说,咱们就先聊着张广寺 至于啊,这乾隆皇帝他该不该处死张广寺啊 这历史上很有争议,有很多人都认为这张广寺啊,他死得趋 苗疆之乱就在这云贵之地啊,他反了众家的苗寨洞主 这是什么情况啊,这就是啊,改土归流流下的病根 你想想,您一下子这中央政府啊,就剥夺了人家这众家苗寨洞主 参政义政的权利,人家能乐意吗 所以啊,他们就打着这个苗王将出的旗号啊 哎,造反了,还别说呀,当时的朝廷皇帝 就连让我现在想想啊,我觉得去领兵评判的人呢,也应该是张广寺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对那地儿熟悉 当年啊,他和这个鄂尔泰鄂中堂啊 在这个苗疆着手实施改土归流的时候啊 那这鄂尔泰啊,这个从中调度 这张广寺啊,就是操刀冲到前线的人 并且呢,当时啊,在苗疆改土归流的大臣 了解情况的大臣呢,也只有这张广寺最后改成了武职 那么你既了解情况,又是一员武将 哎,那这苗疆平乱呢,就理应该你去 张广寺啊,还就真去了,去了还就真露脸了 哎,领了这个六省经略,到了苗疆前线啊 没费什么劲,就平定了这古州苗乱 不光是这大清朝廷啊,就连现代的我也认为 这是张广寺军们身上最大的功绩 这明显是反分裂的战争 我们永远啊,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上 曾经为反分裂,曾经为抗击外来侵略 而做出贡献的人们致敬 哎,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得提醒您一下 过两天呢,可就是7月7号了 当这个您听到防空警报响起来的时候啊 我还希望您放下手边的工作,静默一下 不要忘了呀,在1937年的这一天 有人在卢沟桥头打响了抗击外来侵略的第一枪 我呀,就是给您提个写儿 咱们呀,接着咱们的书聊 咱们继续聊张广寺 可是说这张广寺啊,到了这个金川前线 那是真不露脸 他先是啊,和这乾隆皇帝啊 要兵,要响,要凉 带到这乾隆皇帝和这大清朝廷 满足了张广寺的一切要求之后啊 这张广寺剩下的呀,那就是丢人现眼了 也可能啊,这张广寺身上啊 他有自己的军事才能 可是啊,在金川这地儿 他就是失转不开 他一直想找到啊 对付大小金川这些藩蛮的办法 对付眼前啊 这一座座雕寨一座座雕楼的办法 可是啊,他就是没招 这仗啊,打得就别提有多窝弄了 总是呢,让这金川叛军牵着鼻子走 照咱们这普通人看来啊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两个办法 一是集思广义 召集自己手底下这些偏将副将啊 开会研究 多开作战会议吗 不,这张广寺啊 不知道从哪来的自信 那天师啊,就是个自大狂 谁的意见呢,也听不进去 他每天这早晨起来啊 也是照例开作战会议 可是他在作战会议上啊 没有别的事可干 就是把这些偏将副将点着名字 挨着个儿的骂一顿 了事 那第二条路是什么呀 第二条路啊 您就是赶紧的呀 给这朝廷 给乾隆爷爷呀写奏折 把这前线的实际情况啊 禀明朝廷 禀明乾隆皇帝 我这儿啊,眼看就盯不出尽了 您赶紧派人 他没有 他不解 他选择的是啊 给这乾隆皇帝花大饼 告诉皇上老爷子不是明儿能赢啊 就是后能赢 好不容易啊 这乾隆皇帝接受建议 往前线派来了能打仗的老将军岳中旗 这张广寺和岳中旗再早啊 两个人就有仇 这张广寺既先多能 他是不能允许啊 他这个仇人爬到自己头上的 于是啊 就把这岳中旗派到了一个不疼不痒的地方 让这个岳中旗镇守党罢 可这老将军到了党坝之后啊 发现自己手里啊 是既无粮草啊 也无有兵丁 想跟这个叛军的正正经经的 队员了 开几仗都不行 所以说啊 这张广寺 在苗疆平乱啊 咱们暂且不论 在金川这件事情上啊 他是既无能又度能 最初的乾隆皇帝啊 对这张广寺 当然是信心满满的了 他为什么要派乐钦来啊 这乐钦是什么人啊 这乐钦呢 可是这乾隆初年啊 正经八百的朝廷重臣 而且啊 说他呀 排在重朝臣当中的第一位 一点都不为过 首先呢 他是这个大学士 还兼着兵部的差 并且呀 还是军机大臣 咱们再说说呀 他的这个家史 开国五大臣的恶意都啊 是他太爷爷 太师厄比龙啊 是他亲爷爷 这厄比龙 我还用给您多介绍吗 康熙初年的四大俯臣之一 又是这康熙皇帝的老丈人 虽然啊 在这大清入关的时候啊 算不上是第一功臣 但是论功劳啊 也能排进前十 您就想想吧 这乐钦呢 到底他的根有多正 这后窗啊 他有多硬 这乾隆啊 把这乐钦呢 派到金川前线 实际上不畏打仗 是想给自己啊 培养一位骨功之臣 给这个乐钦呢 在前线一个历练的机会 然后啊 正了军功以后 好 这个年纪轻轻的乐钦呢 以后在朝堂之上 说话更有分量 可是啊 什么叫做烂泥扶不上墙啊 这钦差大学士乐钦 到了前线之后啊 首先表现的就是 谁也看不起 并且呀 也没和谁商量 短短的几天时间 要定了一个作战计划 并且呀 跟众将说 按照我这计划来呀 三天之内 咱们呀 必定能拿下乐无为功上官呀 并且呀 他还强调了一句 如果要是拿不下来呀 就不是本钦差我的毛病 全是你们各营众将啊 不够奋勇杀敌 哎 您想想这么一来 这乐钦呢 得罪了一片人 能攻得下来吗 攻下来个屁 三天呐 三天 三十天 三百天都过去了 要是能攻上去呀 这赢了众武将 早就攻上去了 还容得你 来这指手画脚吗 这乐钦呢 刚愎自用 盲目出击 武断轻敌 结果呀 造成了这 清军损兵折将 您这大话都吹出去了 有了一次挫折 不要紧 您倒是接着 跟这个叛军干呢 不行 害怕了 从此啊 畏首畏尾 属服不出 凡事啊 都委托给了张广四 这张广四啊 本来就讨厌这位钦差大臣 因为这乐钦呢 盛气凌人 尊横跋扈 这乐钦呢 他也觉得是张广四啊 不听调遣 是刚愎自用 于是这二人在营里呀 是面和心不和 见面的时候啊 是不乐不说话 哎 说话先刺牙 可是在背后啊 都争着呀 给这乾隆皇帝 递折子参合对方 并且呀 最后的乐钦呢 还给乾隆皇帝 出了很多的昏招 他说呀 要不去呀 咱们也建碉楼 和这个敌军的碉楼啊 成对公之事 然后咱们在这一看呢 看那个三年五载的 把这个城里边的叛军呢 饿死也就完了 这乾隆皇帝 接到奏报之后啊 看了看也只能按其按憋 心了话说 孙子 你是不知道 这大军在前线下 驻扎一天呀 又损耗我大清国 多少钱粮 拖垮叛军 什么时候啊 我算不出来 反正这大清国啊 再让你拖个三五年呢 我看呢 是趴了价了 于是乾隆皇帝 一刀圣旨下来呀 把这俩孙子都给我锁拿 回京问罪 咱们呀 还是先说这张广寺 张广寺露脸 怎么露脸呢 迎台预审 乾隆皇帝呀 在迎台就设了一座公堂 迎台是哪啊 中南海迎台 就是后来 关关绪皇帝那地儿 这乾隆皇帝说了 既然咱们要样啊 咱们就把这样得做足 于是啊 把这迎台装点的 跟这个刑波大唐 是一模一样 各样刑具全棋呀 要说这张广寺啊 还真能说 为了给自己摘脱责任呢 往那一跪 跟这乾隆皇帝 嘚啵啵啵啵啵啵啵 是一聊就是半宿 先说地 再说天 说完大塔 说旗杆 把这好事啊 全往自个儿伸上来 然后啊 就是再说江 还说河 说完小沟 说车辙 把这不好的 全部推给了 和英众将 还有啊 就是钦差大臣 乐钦的身上 这乾隆皇帝 琢磨呀 古今一礼呀 是人人都一样 不给你动点真格的 你是招不出石口 于是啊 就指了指旁边的刑具呀 对下边使了个眼神 什么夹棍板子 夹经条 全给这位昔日的大将军呀 用上了 即便是这样 张广寺嘴里呀 还是没有招对 也就是说呀 他就不承认自己有罪 这乾隆皇帝狠下一条心的 那既然是这样 你跟我耍无赖呀 那咱们就试试看 于是啊 把这张广寺交了不义 也就是说呀 你爱招不招 我不耽误我这 给你定罪 乾隆十四年的十二月 不义张广寺是养寇 自重 一物军机 给他定了个斩利绝 当月就给宰了 死了 死了 死了呀 咱们就不提了 那么转回头来呀 再说这个乐钦乐中腾 这皇上不是说了吗 这乐钦呢 和这张广寺一起 要锁拿回京治罪 要跟别人呢 接到这份圣旨啊 早就吓得多得成一个个了 可是乐钦不害怕 他知道自己呀 是这皇上的近人 这俩人近到什么程度啊 他不单有啊 这臣子和这个皇帝之间的关系 当年呢 这弘历在南书房读书的时候啊 这乐钦曾经是他的半读小书童 说咱们大乙巴老百姓的话说呀 那是从小一块长起来 抠定钩的关系 他琢磨着 什么罪不罪的 见着皇上以后 花说柳说一套话 这事就过去了 于是接到这皇上圣旨之后 他给皇上回了封信 他说那个 接到您的这个圣旨啊 我看了之后 不敢怠慢 赶紧回京 把这军营上下啊 这些罪过呀 回去之后 全给您说清楚了 我算看透了 就我这么一个好样的 剩下全是完蛋玩意儿 我呀 先回京复命 然后啊 过两年 等我洋洋病 我再来前线效力 活着您看行不行啊 这乾隆一看的 这废管子 都要气炸了 行不行啊 我给你来手厉害的 传旨 这乐钦啊 你别回来了 北路军中效力 你反省反省吧 钦差大人的植物 是被一撸到底 成了这北路军中的一名小孝 他自己心里啊 是反省啊 还是纳闷 我不清楚 反正没过几天 哎 钦差到了 这钦差大人呢 有名有信 谁呀 饿石 西林觉罗的饿石 头两年死了 这大学士 鄂尔泰 他们家老二 前班啊 在宫里啊 是三等侍卫 有一天呢 这乾隆皇帝 就把这饿石啊 照到了跟前 这乾隆皇帝说呀 老二啊 我给你个差事 你看啊 你现在是乾隆门的三等侠 我给你啊 晋升到二等 你啊 拿着这个东西 到前线建刀那钦 或是啊 把它压到打建炉的大营 或是把它压到成都大营 反正啊 哪儿兵多 你就把它压到哪儿 在这军中就用此物 将其正法 这饿石啊 领了圣旨之后 不敢怠慢 低头透眼一看呢 是什么东西啊 原来啊 是一口腰刀 书中代言 这到底是谁的一口腰刀呢 这口腰刀的主人呢 原来就是厄比龙 跟着这个太师厄比龙啊 征战沙场啊 不知道多少年 等到这厄比龙死了之后啊 这康熙皇帝 就把这口腰刀啊 留在了宫中作为纪念 这乐亲 可是这厄比龙的亲孙子 这饿石心想啊 这皇上可是够绝的 用这爷爷的刀 跑到军中 当着和英重将 处决了亲孙子 哎 这主意 您是怎么想起来的 没办法呀 这是圣旨啊 于是这饿石 只有带着这口腰刀 来到军中 见到了乐亲 这乐亲看见了 钦差呀 还以为是皇上派人呢 把他接回京城呢 没想到 这钦差身边的 钦随马辩呢 把他架起来 直接就塞进了球车 当这个球车呀 走到班兰山的时候 哎 这古书上啊 说叫班兰山 实际上这是哪啊 这就是成都附近呢 四姑宁山旁边的八朗山 这会儿啊 这乐亲呢 已经知道了 这钦差的来意了 于是啊 就一个劲的 央高各时 这乐亲说呀 兄弟呀 就在这儿吧 别去这成都大营了 太丢人了 您别忘了呀 这大营当中 可全是绿骑兵 也就是说呀 这大营当中啊 全是汉人兵 杀我呀 是件小事 这皇上一句话吗 哎 这哥哥我呀 确实也该死 咱们呀 就在这儿行行吧 别到这大营里呀 丢这么满人的脸了 这恶食啊 想了想 这乐亲说的 有道理 于是 干脆就趁了他的心愿 就在这八朗山 用他爷爷的恶比龙刀 处死了乐亲 前后比起来 掰开日子一算 这乐亲 比张广四 晚死了十天 这依次金川之战 是正式拉下帷幕 明日啊 咱们停更一天 到了后天呀 咱们接着聊着 乾隆皇帝的 十全 武功